中国人接电话时 经常会说 喂 喂喂 喂 那么这个字 到底应该念第二声 喂 还是念第四声 喂 其实 日常口语当中 都可以 根据你说话时的状况 意思 可能会有一丁点的 不一样 比如说 你念第二声 喂 就相当于英语中的 Hello 当你不确定 对方是谁 或者 不确定 接下来要聊的是什么 如果你念的是 第四声 喂 相当于 I'm here I'm listening 说吧 什么事儿 其实 喂这个字 还可以单独 做动词 比如说 妈妈 给宝宝 给宝宝 喂饭 我 我 我